四耳声响 跨破天际 马路上一部黑色轿车 开着开着居然前进变成八窟 一路倒闯50米 撞上骑楼柱子 当时店家吓坏了 看苗头不对 拔腿逃命 连锅炉上的汤勺 都被巨大撞击力震落 高汤整个是喷溅起来的 还好我有闪耳口 看到那边怪怪的时候 我前两天发生内湖那个新闻 我有警觉 恐怖车祸发生在新北炉州 骑了五部机车也惨遭波及 到了一地 肇事的65岁驾驶 原来是河芒上路 就测值0.63毫克 有闻到他有酒味 央视让人惊呆 台中一部白色轿车 左转进台湾大道 大幅度过弯 角度没抓好 重撞分隔岛 车子一度失去重心 车身翘起来 右轮打滑往前路 擦出一团烟城 差点翻车 幸好车子弹跳回正落地 但这情况太令人震惊 其他驾驶不知所措 一度踩下车 放慢速度观察 场景转到南头和湾山 一部黄台重机 闪入直直冲 对撞白色轿车 机车上两名大学生 撞到轿车硬轻盖上跌落 他们一次夜冲无领 疲劳驾驶酿货 而且竟没有大型重机驾照 出游变城 撞车禁魂机 记者继续报道 两名大学生 未经许可,不成年轻治区 未经许可,不成年轻水